好 開會 下午還是要繼續教育部門用務質詢 第一位質詢 登記質詢的議員是 李喬如議員 要一起嗎 第一位李喬如議員 第二位簡幻中議員 兩個人聯合質詢 共同使用時間 總共30分鐘 兩位議員請 好 謝謝召集人 今天教育部門的所有的各個行政團隊 那今天李喬如跟簡幻中議員 我們有聯合的共同議題 第一個就是針對古山區的 中山國小牽涉 牽涉的公民這個議題 那我們兩席 在104年的2月12號 我大概重複一下我們的過程 努力的過程 一百多年二十二 我們兩個人第一 美術館國小牽涉的 美術館國小證明的記者會 然後在104年3月29號 那教育局也召開了古山區 中山國民小學的 千校更民的公聽會 然後105年的4月18號 我們兩位議員呢 也在市議會第二屆 第三次定期大會呢 教育部門聯合質詢的這個議題 可是我們兩位議員發現 教育局對這個議題不夠重視 也不夠誠懇 也不夠積極 那麼我們還要在這裡 三番兩次再次針對這個議題來處理 我覺得對局長 我坦白講 局長你來領導教育局 我們是肯定你的這個能力 可是對了這個議題呢 我們就很失望 但今天呢 我們要闡述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積極 那也許有少部分的 這個市民呢 他認為中山國小如果證明之後 他的歷史會被消滅 可是中山國小 簽校之後 他的歷史是會保存的 他不會被消滅 他不過是展開了另外一個歷史 那麼為什麼要證明為美術館國小 我必須告訴局長 現在中山國小簽到美術館 這個學校的預定地 這個是原來是美術館這個開發 重畫的一個底位地 那麼這個土地的付出的這個所有人 是現在居住在高雄市龍水里美術館社區的 所有全人的這些居民 所以那今天中山國小如果他要保留這原來的名字的話 那何必簽校呢 是不是那簽校當然我們尊重民意 那這個民意呢 我們有很多的方式 也可以 透過我們的教育局 透過我們的區公所 透過我們的學校 但是最重要 局長你必須把它列為是你們的政策的一個方向 你們應該要主導推動 然後推動的行政程序 我們都尊重 那我們呢 認為你們的行政程序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正式的啟動 今天 anyway 今天如果美術館的社區公民 在做了一個民意的調查 或者假投票之後 如果不願意正名為美術館國小的人多數 那麼我們兩位議員也對社區也交代 因為尊重公民的這個自覺嘛 但是呢 正式政府教育局根本都還沒有在這個方面 著力 誠懇 願意再推動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很失望 透過今天的教育部門 我們非常強烈 而且非常的這個積極要求 說今天的那個局長 你應該對中三國小 簽校更名這個政策方向 應該給我們兩位議員一個這個交代 或者你們要啟動的時機 或者要多久的完成 要透過怎樣的行政程序 總之 我們沒有看見教育局有在做這個動作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裡 第五度 又在這裡跟局長提出這個 讓我們覺得說 教育局在這個效率上是 我們覺得很失望的 來 檢議員 我想那個 在今年105年的2月 我們原來的中三國小 就已經簽到美術館區了嘛 那 基本上他那邊已經 就是說整個小學的運作已經非常的 進入一個狀況 那這陣子我想 各個選區都在開所謂的那個 大樓的住戶所有區分權的那個大會 那我跟喬如姐我們遇到的狀況就是 在美術館地區很多 住大樓的朋友也是在利用那種大會的時候跟我們反應 就是說 我們美術館小學什麼時候可以證明 所以說今天我們再次利用教育部門的質詢 然後再請教一下教育局 關於美術館小學證明了這樣子的一個 行政流程也好 過程也好 他必須要如何去啟動它 那我們相信 我還是覺得 到底一個學校要不要證明 也是要尊重 整個學校的家長會跟家長 那我想 到這邊為止 我們一直很期待 就是說 教育局也可以扮演一個 一個平台的角色 來協助這邊 希望更民的一些社區的家長 來從事這樣的一個證明的一個活動 也許民意道理展到底要不要改名字 其實最後的結果 我跟喬如議員都會尊重在地居民的一個選擇 那所以說這部分的話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做一個答覆 主席 謝謝兩位議員 其實兩位議員從去年的二月第一次記者會到現在 你看轉眼也過了將近一年八個月了 那所以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千校更民的問題 我記得我那時候跟議員說 討論的時候就說 其他一個程序如何啟動 如果是簽到龍水裡這邊的居民 有他們的想法 大樓居民有大樓的居民想法 他這個聲音一定要進到學校 所以在今年的一月二十號 我們教育局定了叫做高雄市的學校的變更學校的名稱作業要點 所以學校必須要有一個外部提案 我在上個月才遇到中山國小的校長 我就說為什麼這個簽校更民的這件事情一直沒有啟動呢 他說沒有外部的提案 他們校內並沒有人要提案 我說這件事情 那我們還是趕快要延商鼓勵有想法的人 或者你們做了大樓的這個居民的會議之後 我覺得說為什麼學校不更民 那因為他們不了解這個作業要點 是要有人提案的 要有人正式提個案 就像剛才李議員提到的 經過這個歷史的陳述以後 我們希望他名正言順地成為美術館的某某小學 那有人提案進去以後 那學校就會成立一個推動小組研移這個計畫 他也會召開公聽會 然後校務會議通過以後就送到教育局 那教育局最後會經過我們的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 報市府核定就完成更民的程序了 以我聽起來我覺得沒有太大的障礙 只是沒有人去提案 所以我們也會跟學校再三說 家長會裡頭社群民眾你們熟悉的 如果想要有一個好的名字 那你們就趕快提案 我們讓他加速進行好嗎 那這個局長 如果是他不是家長委員 他只是一個學校的家長 他也可以提案你的學校 那個議員 因為我們定的辦法就是外部提案 這個外部就是 就是跟這個學校相關的人都可以 他放的很寬的 可是現在出了一個問題 學校為什麼一定要經過家長委員會 同意才能提案 沒有要經過家長委員會 不用嘛 就是學校直接提案 只要外部收到進去 他就要提案 然後這個校長就可以開始啟動這個更民作業了 好 這個了解了 到時候如果有這樣的程序進來之後 那就請教育局積極好不好 外部有想法的人趕快提案出來好嗎 然後大家就可以討論他們覺得最適當的名字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好 接下來 我想跟教育局再討論一下有關於校園毒品的防治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數字 就是說大概這幾個年度 告訴教育局針對各級學校的一個毒品難用的通報一個個案的統計表 在102年我們總共有184例 103年有121例 好 到104年137例 那105年到現在為止只有57例 那基本上看起來就是說 我大概滿肯定就是教育局 在整個在校園毒品的一個防治的一個作業 算是說滿正向的 這樣子有把一些數字給壓下來 那這又讓我更擔心的一件事情真的也發生了 好 這個是教育部指追花運動網站的一個模擬的毒品櫃 我想今天早上台聯黨的議員黃淑美議員 他也有針對這個議題來提出一些相關的質詢 那我這邊我再把這12個你真的毒品櫃的東西 拿出來做一些檢視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東西就是毒咖啡包 就像我手上拿了這個 那毒咖啡包裡面它可以包裝成什麼呢 基本上裡面 毒飯會把咖啡包裡面放 安非他命 搖頭王 ケタミン 盈利棉等等 那我們看這個櫃子裡面放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我這邊這個果凍條 那果凍條裡面它會放什麼樣的毒品呢 它會放搖頭王 安非他命 跟ケタミン 還有盈利棉 那接下來這個大家也很喜歡吃的 某某排的一個巧克力 那這個巧克力裡面會放什麼 巧克力基本上都放搖頭王 或者是ケタミン的偽裝 甚至有些毒飯會把它放進FM2 就是人家講的一個催情的民間藥王 然後再來 小朋友很喜歡吃的跳跳堂 跳跳堂的部分 在這部分 毒飯會把它包裝成什麼 把ケタミン跟安非他命放在裡面 所以我想因為我們公部門跟警察部門 對於在校園毒品的防治 算是有一定的成果 那這些毒品的經銷山也好 或毒飯也好 他們為了他們毒品可以流通 他們把它包裝成現在 小朋友最喜歡吃的零食的樣貌 這讓我很擔心 因為我的小朋友也很小 念小學 他很喜歡吃零食 那面對這樣的零食帶去學校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分辨說 這裡面有沒有毒品 所以說我現在我請李喬如議員 把這些包裝拿給局長看一下 我們請局長看是不是可以分得出來 這個糖果的內容是怎樣 有沒有這個 這個是 檢驗員說跳跳糖 還有小朋友最吃的這個 你喜歡吃哪一個局長 我雖然不敢吃糖 小朋友對小朋友吸引力 但我們真的看起來蠻可怕的 是那新聞局長在哪裡 新聞局長在那邊 好 讓局長見識一下 讓局長見識一下 檢驗員要不要讓那個新聞局長見識 新聞局長也看一下 因為反途的宣傳新聞局也很重要 你這個要見識一下 我這個高雄市犯人到這樣子 這個是 跳跳糖 那是跳跳糖 對跳跳糖 巧克力 好 對 那個 咖啡糖 對 你看有多可怕 你們 都還不知道 我要不要 好 現在幾乎毒品都包穿成 這樣的樣貌 那我在這邊要先聲明一下 這個是早上我的助理 去7-11買的 好 這裡面沒有含毒 完全百分之百都是糖果 好 不然會 我自己會找 會惹麻煩 好 那我想 面對這樣的毒品包裝 多樣化的狀況之下 教育局未來對於反毒 還有怎樣的規劃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們 嚴禁打毒的狀況之下 好 這些 毒品的毒販毒銷也好 他們也花盡腦汁 包裝成這樣子 這樣子 其實小朋友看到 很吸引小朋友 甚至有的包裝成 Hello Kitty的樣子 所以說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未來我們應該 更加如何落實 整個校園反毒的工作 不要讓毒品進入校園 真的非常謝謝兩位議員 再度提出這個毒品 是以這個 假糖果真毒品的形式 如果去誘惑我們的小朋友 這真的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這個 反毒的這個部分 更加要集合全社會的力量 本來每次開學的時候 就已經做教育宣導 但是最真實的 應該是拿這些毒品的 就是 假糖果真毒品 要讓學生能夠辨識 如果能夠讓家長 跟老師都能夠了解 社區也要注意 所以變成說這個 這個教育的工作 要更加的深化跟往下延伸 小學生一年級可能就要理解 然後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吃了每一種 剛剛議員提了好多 以K糖蜜延伸的各種的毒粉 加進在裡頭 甚至把一包K糖蜜 它可以分散出很多很多放進去 會造成什麼樣的作用 我覺得作用這塊 是要讓大家能夠了解的 不能輕易嘗試 你一嘗試 就是一個很終身傷害的開始 我有一個想法本來認為說 毒品服用以後呈現的狀況 我們正常的沒有辦法了解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它虛擬實境一下 毒品吃了會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對身體的損傷 會達到什麼樣 我相信小朋友 如果經過這個歷程以後 他不敢輕易嘗試 所以我們也是跟 像好幾個民間的基金會 都在討論 怎麼樣能夠去做出一個 虛擬實境的反毒的 真正的體驗 我覺得那個會有好的效益 好我想這部分就再拜託 教育局這邊 局長你請坐 就再多費 因為我覺得 毒品還是很氾濫 那工部門更應該 針對在學校的部分 查氣毒品的部分 再繼續再強化 好 那接下來我想跟體育處 討論一下就是有關於 在沿城區公所後面 這一棟沿城活動中心 那我想沿城活動中心 是在民國63年10月興建完工 裡面基本上有這樣子 有雨球館 建道館 樓道 和氣館跟空手道館 其實我要跟教育局長這邊做一個說明 其實這個活動中心它使用率很高 它幾乎每一天進出的人數都上千人左右 表示這樣的活動中心在社區有它一定的功能 那我們在105年8月 就是今年的8月 因為我們知道 沿城活動中心面臨到 就是整個結構體安全 跟海沙屋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 這些長期在那邊使用的社區居民 也可以體會 也可以體諒 教育局為什麼要去猜 這棟圍樓的一個原因 那不過我想我在這邊還是要提 既然社區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這樣拆了之後 那進千人的運動人口 要怎麼辦 這是我們去值得思考的 因為大家也都鼓勵大家走出來去運動 那變成說這邊運動的人 他們未來何去何從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想法 在今年年初我們定期大會 其實市長的市政報告 有把高雄港區分為新舊港區 那沿城這一帶 就是化為所謂的舊港區 舊港區所重視的 就是包括我們提到了運動休憩的部分 以及是一個宜居的部分 那在今年7月 我們市政府跟港務公司 我們有共組一個高雄港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我想目前是因為立法院的預算還沒有過 所以董事長跟總經理還沒有派 可是目前我們港務公司 我們有派一個過天會過去那邊 所以我想教育局在這邊 是不是可以提早跟港務公司這邊 去做一些接洽 畢竟這一片的舊港區 總共有快55公頃左右的一個土地 可以讓 未來讓高雄市政府跟港務公司來共同做土地開發的使用 同時它有海巡海軍海關跟港警 他們有一些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聽色 是不是可以我們利用既有的聽色 然後加以處理一下 就可以讓民眾有一個可以休憩運動的地方 而且我要講的是 在舊港區的部分 有捷運 有自行車道 有輕軌 有博二 我想這邊的運動人潮 這邊社區的運動的風氣 是很興盛的 所以說我期待 我們 也許 未來體育處會升為體育局 是不是說在這一塊 可以提早跟港務公司那邊 做一個接洽 我們去找四單的場子或場館 也許 在這邊也許可以 變成有一座 第一座也許是 大家所期待的一個高雄市的一個運動中心在那邊 好 那這部分是不是 請一下處長來做一個回應 主席還有議員 謝謝我們檢議員 在過去幾個月 針對這個嚴城活動中心的這個拆除 跟我們做了很多的溝通 跟當地的黎民 跟著運動民眾 確實嚴城活動中心他的歷史 打球的人口非常多 那這個部分分兩個階段來說明 就是說以現階段來講 我們就是安置了幾個其他附近的國小 作為這一些與球 球友打球的空間 那剛好這個禮拜 我分別跟這兩個國小校長都有接洽 他們也分別談到 確實有部分的球友呢 也到他們的學校去使用了 這部分也謝謝教育局來協助了 第二部分其實讓我蠻高興 也蠻興奮的是說 因為我們一直遇到一個窘境是在 就附近的整個嚴城區 古山區 其實已經沒有體育用地了 教育用地也沒有比較合適的 那如果說今天提到的 檢議員提到這個建議港務公司 裡面有55公頃 甚至有些既有的這個機關 這些廳社 將來可以做其他開發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提供更專業的建議 也希望提供這兩個區域的市民 一個更完善的運動空間 我是比較期待就是說我們體育處 未來可能會升格為體育局 其實可以再更有一個積極性的錯誤 畢竟就像我在市長的市政總製 我講現在我們完全執政了 我們有些事要完全負責 而且我再提一下 港務公司我們有派人過去啊 那個人是郭天貴啊 你們可以去找他啊 我覺得在溝通上面應該會沒有問題吧 處長回覆一下 這個部分我也帶來跟議員報告一下 在一個月以前我其實剛好跟郭副局長 有請教一些發展基金的議題 我想這個溝通管道絕對沒有問題 謝謝 我是比較期待啦 畢竟就是說 這邊有50幾公頃的土地 除了未來整個博厄特區 會變成一個大博厄特區之外 其實我們要善用我們的資源 因為畢竟如果說我比較期待就是說 因為那邊的人口運動量人口夠 也許那邊真的有一座 屬於高雄的第一座的運動中心 我想這對於未來體育局的升格 也是一件好事情 處長請坐一下 謝謝 好 好 接下來也繼續跟教育局去做討論 就是中鄉國小舊校區 簽校之後一個規劃啦 好 那我想在104年12月3號的時候 因為當地里長有跟我陳情 就是有關於整個雄峰 古峰里 前峰里 那邊的停車空間有問題 那因為中鄉國小簽校之後的舊校區 他們是期待可以開放一塊 提供給社區居民做收費停車使用 所以在104年12月3號 我跟當地里長 以及我們相關單位也去中鄉國小去做一個會看 好 那會看之後我們感謝教育局有聽到地方的聲音 教育局這邊有做一些初步的規劃 尤其是在在古山路跟這邊的一個中鄉國小 舊校區的這邊那個角落 在地是希望這邊可以規劃成一個停車場 好 那我們也很樂見到教育局也朝這個方向去做一些 掀起的作業的一個評估 所以說在今年的9月29號 我特別有請我們國小科的同仁 帶我服務出來 那我也有請三個里的里長來這邊 讓我們市政府再一次跟他們說明 未來這塊土地的使用方向 好 那我想其實市長在市政會也有做一些相關的財子式事項 那各局處也對中山國小這一塊土地有一些需求 有一些想法 所以說我在這邊是比較期待 教育局這邊 在未來整個中山國小規劃的時候 繼續扮演好一個比較好的溝通平台 然後傾聽當地的聲音並做好充分的溝通 這部分就拜託局長 好 接下來我要再提一下就是說 面對兩次風災來的狀況之下 我們整個高雄市的校園的一個災損的情況 好 那我想這次教育局提供給我的資料 其實在校園的部分 我們整個災損的損失高達3億5千萬左右 那我在這邊還是想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說當每次颱風來的時候 學校是不是有跟 除了學校的行政人員教師之外 有沒有利用颱風來的機會 跟小朋友或學生去溝通一下防臺的概念 因為颱風對於台灣人來講是一個宿命 那我們可以從教育做起 好 那整個學校的復健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怎樣的困難或困境 包括我這邊 我有接到一些學校的校長打電話來 跟我反應 因為他們整個復救的措施太慢 然後我們自己是政府的環保局衛生局 為了登革熱 然後衝過去要開單 那是不是有這樣能力不足的現象 那我想這部分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那未來針對風災過後 整個校園復健的流程跟SOP 需不需要適當的能力來協助 因為我這次我的選區的學校校長 真的有人面對到衛生局要來開單 他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那我想這件事情又有三道媒體 那這部分是不是請局長做一下回應 好 那個檢議員剛剛提到 差不多兩個大風災過後 學校還在復原冰荒馬亂的時候 其實衛生局環保局就去做登革熱的檢查 那我們趕快就跟市長反映 然後也跟兩個局處溝通說 這個時候恐怕不宜 你如果換一個心態 就說我是去專業輔導的角色 反而是告訴你說 這個風災過後 學校內哪些地方要增強要注意 那不是達到同樣的目的嗎 所以後來這件事有緩和下來 那也謝謝議員們的幫忙反映這件事情 那剛才議員也提到我們這個風災 那兩次大的風災 第一個莫蘭妮是超乎預期的大 但是對高雄市的小朋友來講 在環境教育裡頭他要學習三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叫做登革熱 第二個事情叫PM2.5 第三個叫做天然災害 這三個部分我們都把它編為課程 從國小就讓他知道 我們是處在這樣子環境的一個都會 這個都會不可避免的 我們要處理登革熱 常態性的存在了 所以學校其實這方面能力是在增強的 那這次因為颱風的風那麼大 所以他整個城市受損這麼嚴重的時候 後來我們發現了 學校的這個災後復原的這一塊 大致都只能靠學校自己動員起來 學校的校長老師家長社區 還有國軍加入還有種種的團體加入 去幫忙復原 因為公務局養工處或者是環保局 本身都已經要處理的 栽災規模超級大 忙不過來沒有辦法來處理到 教育局這一塊 但是我們還是在四天內完成 恢復上課的這個目標 就是隔一週的禮拜一 都可以恢復到學校上課 然後跟環保局說好就是 學校所有要清運的這些樹枝 這些水混的物 都放在一個空地上 等待禮拜一開始以後 環保局在按照路線來排幫忙清運 那另外有五個外縣市支援了這個抓斗車 還有電鋸 還有六十一個人力進場 那才幫忙這個復原的工作 還有國軍就是 他後來幫了很多學校的忙 那這裡頭我們得到什麼教訓呢 因為是假日期間 結果發現樹倒的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學校是沒有工具的 很多學校找不到電鋸 根本不要談抓斗跟清運 所以變成電鋸也從外縣市調度了一部分 那這個災後就由王傅負責 督導分區建立一個聯防機制 將來是個聯防機制 以高中職為主 因為高中職大概都有開口7月的廠商 長期合作的 然後看看他們的配備 然後再往下這個學區內的 國中國小 整體該配備的是什麼 是電鋸呢 那抓斗不可能是學校配備 抓斗車就是由廠商 要可以調度的進來 我相信經過這一次的封災以後 更多的SOP的需要仔細的檢視 怎麼形成一個完整的SOP 幫忙以後的災防 防災在前 復原在後 兩個都要做得很好 好 以上是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請坐一下 好 那我下一個部分 就是針對我們體育場館的部分 在跟體育處這邊做討論 也是一樣 在封災之後 整個體育場館的災損情況 那體育處這邊報的是 大概是三千多萬了 好 那我比較重視的是 這個試運組場館 那目前災後的現況 這是10月18號 兩天前我們去拍的 目前整個災後 是持續在進行中 好 那 試運組場館的受損的狀況 我這邊有一些疑問 想請教一下處長 就是 我搞不懂 為什麼B2的停車場 會有積水嚴重這個問題 你說室內多出積水 這個我可以接受 那是不是說 我們在防災的措施上 有不足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不足 是不是能力不夠 還是有怎樣困境 我覺得這要講出來 因為我這邊還好 我沒有看到 主餐館上面的那個 光電能板受損 我也不曉得到底有沒有 然後他的機電上面 到底有沒有受損 因為我覺得 試運組場館 對於一個高雄人來講 是一個驕傲 因為我們曾經在那邊 辦過世界運動會 那後續的維持的部分 我不曉得體育處到底有沒有 足夠的能力跟經費跟資源 去維護一個那麼大的主餐館 尤其在低點的部分 我們整個外面的生態園區的數目 倒了快三分之一以上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覆就好 那另外 其他的我就不用講了 譬如說 該倒的都就會倒 就是籃球場的圍籬 其實每個餐館的圍籬都 倒了該倒的都差不多 因為兩次颱風來 而且又離那麼近 那在這邊 我還是比較好奇 就第一個我要問了 我們那個關電太陽板有沒有受損 然後我們今天設施有沒有受損 因為在這報表上面 你們提供資料我沒看到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為什麼停車場會積水 是我們沒有堆沙包 還是沒有防水沙門 還是能力真的不夠 因為那麼大 我其他地方要過 我那邊我已經沒有辦法去照顧到那邊了 好那其他的部分 再請處長這邊來做一個回應 主席好 這個謝謝檢議員 對我們這個整個體育處 所屬65個場館 災後的一個關心 那確實就是說 我們65處場館 在這兩次的颱風裡面 我們63處受損 那剛才所剛才談到的 這個3500多萬 是準備要跟體育署來申請 這個災損的一個 災損的一個金額 那針對這個議員特別關心的國家體育場 我分幾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個你很關心這個 這個8000多片的這個太陽能光電板 目前它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發電持續在運作正常 叫太陽它能收集光電 第二個它B2的一個 這個叫做 有一點叫做積水 應該說水排不及 因為它從那個叫做停車場的出入口 那停車場的出入口 它是往下的 所以雨能自動往下來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們的洩水 跟我們的抽水馬達 配合的程度不夠 這個部分我們要回去檢討一下 因為我們覺得很奇怪 你又有洩水都做了 那是不是因為雨量太大 所以它排不過去 要用抽水馬達運作的機制 是不是出了一點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要去檢討一下 說真的 那第二個談到這個籃球場 確實那一天我第一次颱風去的以後 發現第一個籃球場的籃框 被吹到第四個籃球場邊邊去了 所以會回到思考說 是遇到颱風以後 把那移動式籃球橋 就要傾倒下來 這個其實我們在裡面學到很多教訓 然後剛才談到這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剛才看籃球場那個柵欄部分 因為比較大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是跟體育署 保持密切的聯繫 希望趕快這兩週下來廠勘 廠勘以後 能夠經費確定以後 能夠做修復了 那最後一個談到這個整個 我們就是國底廠戶外 14公頃的這整個生態園區 這個其實我蠻遺憾的是 我們倒了近300棵樹 有蠻多是蠻知名的 從這個桃心花 我們看了一下 局長朋友看了一下 其實我蠻難過的 這些樹其實都是現地移植的 它其實不是說外面移植新的 原來就有的 在左鷹馬場時代就有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在整個復原過程中 跟公務局的養工處 共同來思考 整個植樹的過程中 怎麼樣這樣 能夠經得起這些天然災 還有一項做說明 謝謝 最近這幾次颱風 我相信在座的局處 蠻多也都是受在乎 不管是學校還是體育場館 甚至是文化局 我們也看到文化中心前面那些樹 第一次覺得文化中心的空間 那麼穿透 因為樹倒了真的是幾乎全毀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這邊真的是要肯定教育局的每個學校裡面的校長 跟主任 在第一時間的復原其實動用了很多社區裡面 包括家長會 包括社區的一些好朋友一起進到學校裡面 讓即將要上學的同學 再進去學校裡面 不會發生一些危險 可是剛剛檢疫員有提到一些運動場館的受損的狀況 這邊其實剛剛檢疫員有講了一個數字 就是我們體育處其實有統計一個 運動場館其實三千多萬的災損 可是我這邊其實要去提了 這個照片是今天中午的照片 在森濃路一個檢疫棒球場 這些鐵架 H鋼這樣子 鐵網是這樣連根拔起 這個場地我問過局裡面的同仁 說復原大概要六百萬 這樣一個場地就要六百萬了 剛剛體育處講的那三千多萬的預算 看起來比例上可能不只這樣子 我想這樣的圖片這樣的數字 只要說明說這次的颱風對我們的傷害是很大的 像這樣的一個場館 我們地方上的人都犧牲 這根本就是諸惡紀公園 是暴龍跑出來才變成這樣子 只是風吹而已變成這樣子 一個不到兩年的場館 所以颱風也過了快一個月了 那怎麼樣這麼多 不只這一個累球場這樣 其實也有好幾個累球場有這樣的問題 那怎麼樣趕快去復救 或是用有沒有更便宜的方式 就是讓這些場地可以恢復到可以使用的狀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要修復並不會那麼簡單 因為它連基座整個是連根拔起 連地基都起來了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也期待體育處應該跟一些專家再來研討 這樣子的施工方式 是不是面對這樣的風災 是不是會有一些困難 因為我們也看到我的選區裡面 陳青湖棒球場 它的屋頂是預住那個 它也有年紀了十幾年 可是它是安好的 它這次面對這個強風 它是沒有受損的 所以怎麼樣子的工法 在面對這樣子的風力風災 其實不會造成損傷 我覺得在這次的災害裡面 其實不管是體育處的場館 其實很多的地方 其實都要去做一些檢討 不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一整年花在場館的維護的預算 就一千萬而已 我們哪有那麼多錢 去面對這麼奇以為常 每年都會來的颱風 如果每一次颱風來 都是這樣子的受損狀況 我們有再多的經費也是不足的 所以這部分在這邊其實 真的是還是要提出來 就是時間 風災已經過一段時間了 可是的確很多地方的狀況是這樣子 真的是要 比較辛苦 教育局真的比較辛苦 要去做一些處理 那第二個其實 在這邊其實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跟教育局來探究 我一直都相信教育局的同仁 非常的專業 非常認真 像前陣子 我們到一些國小國中去看一些 我們颱風之後的受損 還有學校的一些設備的 維護更新的需求 我們非常多的同仁 其實都很貼近的在跟學校的 第一線的教育同仁 在做一些努力 可是最近有一個評比出來 一開始看到我有點不相信 雖然整個總體的排名是第10名 可是我們看到裡面的 所謂的政策領導力 這一些的指標裡面 還有 教學力 教學力是這一些指標的排名是 全國倒數第一或第二 這些排名 第一時間看起來真的是會讓人家有點氣餒 甚至不敢相信 這個評比其實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從2010一直做到現在 這個評比其實大家在討論 其實媒體上 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是說 台北市第一次 這麼大的一個直下市 擁有這麼多資源的直下市 第一次評比不是在第一名 跑到了第四名 可是這個評比裡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並不是家大業大才大氣出的縣市 他的教育的表現才會變得好 可是我們高雄市 好說歹說也是直下市前幾大的城市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呢 雖然我們要看長期性的評比來看 在2010年之後縣市合併之前 高雄市的排名是第5名 高雄縣的排名是第10名 2012年的時候縣市合併後了 我們是第8名 2014年又往下掉變成12名 這一次我們又往上爬升了2名 變成第10名 可是為什麼都會在這個 要上不上要下不下 然後有一些的評比是 比較後面的狀況 所以我一直很納悶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同仁 一直都很辛苦也很努力 然後大家也很專業 可是 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一些指標排名下來 我們就是在全國的後面 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來認真的面對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可以請教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開始看到我其實不太相信 這樣子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請范局長 其實非常謝謝邱議員提了這個問題 當這個親子天下的這個成果公佈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覺得有點難以接受 真的很難以接受 其實同樣的這個教育力相關的調查 有四個媒體 一個是遠界 一個是親子天下 一個是天下 還有一個是經濟日報 都是在6月到9月進行 那我們整體看起來 當然我們在今年的親子天下裡頭 是進步兩齡了 但是在政策力跟這個學習力的部分 是屬於落後的 所以我們其實做了一個很嚴謹的分析 在我的手上 那這個分析呢 如果我就政策力來說 其實政策領導力 它的客觀指標只有兩項 主觀指標是五項 那客觀指標就是教育預算的比例 然後人事退伏的總支出 那在客觀指標特別講 老師 校長 學校的家長代表 對於縣市首長重視國民教育投資的比例 還有縣市長重視的教育政策 滿意他的教育政策的比例 就是這兩個題目 同樣問老師 校長跟家長代表 在這個重視國民教育的投資比例 剛才好多議員在這兩天的質詢裡頭 反映著其實教育的經費上 事實上是滿艱困的 所以學校不僅有自酬經費的壓力 那很多設備老舊也沒有辦法 一次到位更新 這跟我們高雄市的財政 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那尤其是什麼呢 從2001年2011開始到2016年 這幾年之間 學校的共同費用 三減累計達到30% 所以你看每一班的基本需求 現在可以給學校編列的是 從7萬4千5百塊降到6萬8千9百 然後工程費有5萬7千3 降到5萬4千5 然後水電辦公費都跟市政府的 訂定的編列的標準 三減了20% 這都是縣市合併之後發生的事情 這其實是現狀 那你就對校長們來說 他現在辛苦不辛苦呢 他真的是相當辛苦 學校要經營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又是有這個登格勒等等的問題 所以學校的校長的滿意度 其實是下降的 但是很特別的是 反而是在那個老師的滿意度都上升 然後家長的滿意度稍微下降 這兩個比例看得起來 就是家長常常被反映的也是經費 這個設施沒有那個設施沒有 老舊補強等等都要錢 可是老師整體對縣市首長的滿意度 包括重視國民教育的投資比例 還有政策滿意度 還有就閱讀的滿意度 還有重視弱勢學生的比例 在弱勢這一項成長的最高 其實我們在評比裡頭 弱勢的這一塊是進步最多的一部分 弱勢關懷其實進到這個全國第五名 然後閱讀是全國第六名 總排名是全國第十名 那政策領導力我剛剛提到了 有這些因素的影響 所以持平你先為校長說 你覺得縣市首長重不重視國民教育 他當然在經費上 他就覺得說沒有得到這麼大的這個支持 那另外在一個主觀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我們提到的那個學習力的部分 那學習力這個部分 同樣也是除了客觀指標以外 很多的主觀指標 我們進一步了解就是說 這個是親子天下每兩年做一次的調查 但是他指標每年都在變動 所以說他今年選出來的指標 譬如說獲得這個卓越教學團隊 或者說校長的卓越領導 在我們高雄是看不會把這兩項指標 看的是最重要的 我們情願看的是一個團隊 就是我們的國教輔導團 整體的團隊的實力 那團隊在全國的評比 這兩項比那兩個得獎的 比如說有一個兩個校長得到卓越領導 我們認為那個比較重要 那另外有些我們在這個學習力的進步 就減息等等 我們有利的很多指標 其實他今年都變動了 然後來了很多新的客觀的指標 這也不是說教育局對於說 人家評比我們不好 就是質疑他的客觀的指標 但是你看這個三次的評比你就知道 那我們進一步了解說 這個客觀怎麼調查來的呢 大致有三份問卷抽樣給某幾個抽到的學校 那由校長拿到問卷以後 他再去給一個教師代表 一個家長代表 這樣子匯集起來的一個成果 所以你說能夠多麼幸福 我也覺得我們不必為一個親子天下的客觀指標 他這樣改 他認為這個重要 但是我們未必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聽基層的聲音 哪些他們的心聲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們能夠感覺到 我們的首長是非常支持我們的教育的 希望給校長給老師家長更多的這個 對教育上面的一個用心的肯定 然後我們希望讓他們更了解 陳居市長對這個教育的政策的關心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謝謝局長的說明 那個資料是不是會後可以再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因為雖然它只是一份這樣子的調查 那它也不盡然涵蓋了全部的指數 指標 可是畢竟在一個相同的比較的基礎上面 這樣子排序下來 我們的確是比較後面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我們比較不足的 有一些客觀因素的 我覺得就是讓大家來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是預算要去再支持 還是整個大環境裡面的結構性有一些問題 不然這樣從2010年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在8、10、12這個範圍在跑 那代表是什麼 其實我們整個大環境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所以怎麼樣再去做調整 因為教育真的很重要 家大、業大 然後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每一份的調查其實都是給我們去參考 說我們做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是需要去做處理的 那這部分可能請局長再勞心一下 那另外一個部分其實 其實最近新的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我們聽到了幾個新的政策 我們覺得是有一些期待 那也希望教育局這邊可以做一些準備 像這個 在上個禮拜而已 鼓勵年輕人高中職 畢業之後不一定要先去升學 可以先投入職場 那中央要去補助一個人5千到1萬 那這樣子一整年下來 中央要花72億 那整個方案它預估可以提供給1萬5千人 來做使用 來受惠 那1萬5千人 感覺起來好像不是那麼多 那我去查一下資料 這是教育部 自己去調查出來的103 其實今年5月才公佈的資料 我們會發現其實 103學年度 這一些學校畢業之後 其實就業的人數 也才1萬5千6百人 那教育部 行政院提供的這個新的方案 它可以提供5千個人次來做使用 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個方案是看得到也吃得到的 可是相關的配套方案 他說明年今年的高三的 高三的應屆畢業生就可以使用到了 那這部分 我們地方政府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一些配套 跟接應的方案 並不是說 我認為並不是說 任何一個的公司或企業 就可以適用到這個的方案去 這樣只是變相的 只是在現今的今天 而沒有去讓一些 適合比較先到職場的孩子們 先去體驗到職場 再回到學校裡面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 像今天中午 今天早上行政院會也剛通過一個 那全台灣要把公共化的幼兒園 要增加到 要增加1千班 像這樣子的一些 中央利多的方案 會 局長 我們的教育部門 是不是有了一些準備 或者是在這些政策的施行前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的溝通或了解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再說明一下 好 那個邱委員提到 兩個重大的國家政策方向 我先回答這個 擴大公共這個 又托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因為520之前 蔡總統的政策非常的明確 其實我們已經規劃完成了 那我們規劃完成就是 預備在4到5年之間 要增加到310個班 那這個滿足到4成 進入公共的這個幼兒園 或者是進入非營利幼兒園 這個其實已經規劃好了 但是因為他今天拍版DNA以後 我們會再做一個調整 因為他希望4年達到 所以學校的這個空間 如何的能夠拿出來運用 或者是國小的幼兒園 附幼再增設班級 這都是兩個途徑 那另外非營利幼兒園 現在已經有6所 那到107會有12所 但是未來如果要增加 那就是誰來經營 誰來經營非營利幼兒園 我們有足夠的人才 專業團體進來經營嗎 那我們最近一個模式 是跟素德科技大學 叫做兒童與家庭 這個服務學系的合作滿好 他經營了兩個非營利幼兒園 所以我們會盤點 我們大高雄區的 相關大專院校的相關系所 跟他們討論 他們如果進場 也是一個很好的專業團隊 另外民間就像彭婉如基金會 是長期推動的 這幾天他還在高雄做園長的訓練 所以這塊就是人力的問題 然後就是空間配置地點選擇的問題 那你提到了這個 青年就業領航計劃 那這個計劃其實是 要到明年8月正式推動 到今年12月才會公佈細節 所以就剛才邱議員提到的 重要的方向 是在這個青年可以申請 應屆畢業生向學校 自行提出2到5年的一個計劃 出審後再送勞動部副審 但是應屆畢業生 他要自己提計劃的時候 他了不了解高雄的產業 產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配合他的專業能力 然後也有未來的這個潛力的 他可以去做學習 所以我們覺得 學校端要做準備 廣泛的介紹給我們學校端 說你怎麼樣讓青年的學習 跟產業接軌 但這個計劃要成功 我認為關鍵點是業界了 業界到底要釋放出 什麼樣的學習訓練機會 那是哪一個行業 是什麼樣的學力機會 他們要做好好的計劃 告訴我們說 我想鋼山螺絲產業 你要不要新的人呢 你將來永續經營 你需要什麼人才呢 每一個產業都要這樣對待看的 像我們的造船的產業 那我們做了很多班 看到譬如說台電 中油 這都等於已經有了一些方案了 但這個新方案特別是鼓勵他們有三年時間 然後由教育部跟勞動部 每一年每個月各提拨五千塊 意思說過三年他有三十六萬 作為他將來的一個 不管是繼續念書或者是就業 或者是創業的基金 利益是很好 但是真的配套還不夠完善 但高雄市會自己跟業界開始討論 這點需要跟金發局跟勞工局合作 還有海洋局我想都需要 文化局也需要合作 才找得出那些就業的機會 好 謝謝 再給兩分鐘 謝謝趙吉恩 謝謝局長剛剛花蠻多時間在跟大家說明 我想新的政府上去的一些新政策 我們期待不要像以前的中央就是口會時不會 只看得到用不到 所以當然新政府上台半年多 很多的配套措施其實都還沒有很成熟的狀況之下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是一個有經驗的執政團隊 應該是可以更主動的去提供一些 適合我們高雄方案的一些配套怎麼去做 我相信現在跟中央的溝通是跟以往是完全窘然不同的 那局長也曾經在中央服務過 要怎麼樣去跟這些中央主管的機關去做更好的聯繫 我相信這是我們高雄市政府現在可以做得到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的一個部分 所以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多照顧高雄的孩子們 我們高雄的孩子真的是很辛苦 念書畢業之後其實不管在就業求職等等的 其實我們都比其他的縣市還要更困難 那怎麼樣讓他們可以 既然中央有這筆資源可以幫助他們 讓他們可以得以的去獲得更大的支持 那這兩個政策其實還是要提醒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也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或者是會受影響的一些可能的群體 比如說我們鼓勵公託 那私託的部分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溝通跟協調 讓他們一些優秀的私託 其實也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務出來 讓有能力的可以適合不同的服務的 讓去媒介到更適合的一個地方去 那高中子畢業的學生 鼓勵他們到職場去 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們現在其實大學的招生也很困難 一年提供五千名的這個原額 如果這五千個進入職場沒有求學的 如果是多出來本來就求職 本來進到職場那些人數再多出來的 相對會變成是大專院校少了五千個 會進到學校裡面的大一新生 那這部分也有一些私立學校 一些學校大學院校的朋友也在反應這件事情 會不會造成大學的招生會更困難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有更多的討論要去進行 那真的是要麻煩 還要給我兩分鐘 再給你兩分 謝謝趙姐 所以我相信局長應該可以在一些政策的建議上 可以多做一些努力 那剛剛局長其實花了蠻多時間在講一些民間的一些評比 其實這次的評比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意義跟提醒是在於說 我們工部門不要落入一個迷思裡面就是要花大錢才能做大事 才會讓人民有感 我不認為這樣 裡面有一些更是窮的縣 南投 苗栗等等的那些資源不見得比我們高雄好 可是為什麼他們的評比他們的感受可以比我們高雄的 不管是老師學生還是家長會更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反思的 就像在這裡買俄樂家新聞訣 像我們登革熱的宣導的活動 一個反統戰的活動 不到10萬塊的活動 在各個區公所的協助之下到每個社區去 我看他們也都宣導得很好 也是叮叮叮叮 熱熱鬧鬧的 所以怎麼樣 預算真的很吃緊 然後資源真的很有限 可是怎麼樣去做更有效的事情 我這邊真的是要鼓勵大家一起來想更好的方法 以上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兒鄧英愛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兒鄧英愛議員請 現在才開始計算時間 這不是我的 等一下 先把簡報檔時間先等一下 再開始 好 開始計時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交易部門的所有市府團隊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要直接問 這個部分是教育局部分 當然這個是不是通案我不知道 那我請局長來看 這請孩子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是不是教室 這教室很奇怪 怎麼會有樓梯間 那這是足以教學 那剛才局長在答覆 秋一眼的時候 我們特別在弱勢關懷這個部分 也強調說特別進步 那我覺得說還是有一些要檢討 這個部分是 足以老師在Line的群組給我 他這邊寫說 這是阿美族上課的地方 沒有黑板沒有白板 更不要說是電腦 小朋友 委期你們 我不知道 在我們各級學校 特別在足以教學的部分 有的老師是真的很用心 但我相信這是個案 也希望說局長這邊 教育局這邊能夠通盤來檢討 因為這是老師們的想法 你看吧 他們自己說你看看起來 好像在樓梯間的走道 是哪一個學校 當然應該是教育局 知道一定會糾正這個行政主管機関 那我有去追 我問他們到底是哪一所學校 真的老師也不好意思講 如果講了 可能學校要對這個老師 有不同的一些想法跟做法 不過我們回歸來看 看這個教室 的確啦 我覺得這樣子 對我的同胞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弱勢優先 那就連一個教室 有那麼困難嗎 那我們教室有閒置空間 就已經這麼多了 當然也或許 這所學校 有很多課程在用 是在找不到教室 也有可能 但是應該要做檢討啦 我想這個部分 先請機長來答覆一下 好嗎 鄧議員 如果你光是看這樣的照片 當然覺得這個不可思議 為什麼上足語課 會跑到這樣子的空間 那這個學校 我知道它是哪個學校 但是不好說它 它是在進行補強工程 所以它就讓足語學生 先在教室上課 但這個老師覺得這個教室 通風不佳 他把它移到樓梯間來上課 那就在這個時候 恐怕就留下這些畫面 跟那些反應 因為現在的反應很容易 但是他只在這裡上過一次課 後來就協調在校長室的旁邊 會議室的空間上課 也加裝了白板 當然學校會覺得這樣是不妥 特別有人反應意見 可是我想老師當時也沒想那麼多 他說這個比較通風 我們就移到這裡上課 可是你讓不知情的人就說 那怎麼可以在這裡上課呢 我想學校會很注意這些事情的 另外我也要跟局長來溝通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足語教學 其實在各級學校 局長你先請坐 其實是這樣 如果那間學校的校長很重視這個足語教學 那個學校的原名小朋友就很有福氣 如果有的學校不重視的話 大概就比較困難 但也有一些學校比較偏鄉地區 大概足語老師比較少 那我也曾經也接到這樣的個案 就是說學校要找老師 但是所有的老師不願意過去 因為要從都市到偏遠的地區 因為它的終點費都是一樣多 但是它的車程實在太遙遠了 所以造成那個學校要找足語老師很困難 那我們也不是說足語老師都很普遍 也必須要經過認證 那我在這邊也是希望是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鼓勵 多鼓勵學校 那如果校長他有一些獎勵的話 有可能他會很積極來辦理這個足語教學 那我想這個部分 會後也希望局長這邊也能夠通盤 也了解一下 特別是這個足語教學的部分 我覺得市長他心胸這麼開闊 他說哪怕是一位學生 我們都不能剝奪他寫足語的這個權利 那我想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第二個呢 我想說 這是個案 這個字很小 我唸給局長你聽 他最上面一行 他說老師不好意思 某某人 可不可以 我的小孩第八堂課 因為他不想上高中了 我也不要浪費這個錢 第八堂我就不要上 他說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只想讓他的孩子 好好在國中就讀完了 可能孩子也有問題 那第八堂他就不上 因為學校一直要求他 第八堂一定要上 就造成這個孩子呢 第八堂也不上 他也不敢回去 就翘班 俏課也不回家了 那學校的回答 來 這一段 他說 摩摩媽媽妳好 早上校長已經告知這位學生 再一次沒有上第八堂 就必須轉學 當初轉入前也多次的告知 並且你們也同意 以後才入學 如果 這裡無法配合的話 這位同學 你們跟這個同學討論 可否考慮到一個沒有 這麼嚴格的環境 好好地讀完書 所以我要問 那這個學生家長 那這個學生家長也賣給我了 他是說請問一下議員 這個國中可以這樣子決定嗎 第八堂不上一定要上嗎 因為他可能要繳費 他也會許家境不是很好 我跳到下一頁 我要講的是這一段 然後他我來唸給局長聽 他說是不是還有學生被強迫 而不敢出身 我希望教育級重視這個問題 不要等到學生出了情緒不穩定 甚至出現自殘的現象 就來重視已經來不及 他可能這個孩子因為 他已經好不容易習慣那個環境 你現在又要叫他離開 那我不知道啦 學校裡面只找好學生 壞學生就不要了嗎 那老師 學生家長也跟老師 他只要讀完國中畢業完就好 那學校的規定第八堂是一定要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上 那我會 我告訴他說我會跟教育級來溝通 那我今天把這個個案拿出來 我相信是個案啦 但是我要了解的是 是說因為已經嚴重到這個孩子會自殘 那我相信有很多孩子 在這個群序的管理不是很好 他覺得媽媽覺得他被強迫 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想了解的是說 第八堂一定要上嗎 好這個部分我想就教一下我們 局長 好我這個議員反映了這個問題 因為他上的是所謂的第八節課服 課服其實是志願參加的 那學校一定鼓勵他參加 可能他在學習上有某些部分 需要增強的部分 那這個同學他很不想參加課服課 然後這個學校應該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當然可能沒有用很好的方法跟家長溝通 就是說其實他是可以選擇 可是為什麼他要參加 是希望他能夠跟得上他的功課 但是他這個學生說他需要去打工 結果我看到的資料是說他已經轉學了 已經轉學了 他昨天轉學了 所以這個案子呢 我們會請我們的這個主管科 還有我們的學資中心去了解 說對學生如果他對課服他是不想上 一定要強迫他上嗎 如果他反映他不上 就是要讓他轉學這妥當的處置嗎 這是需要去了解跟檢討的 跟局長報告 我有跟這家長在聯繫 但他轉學 他說已經轉學就轉學 他不希望下一個像他的女兒那樣 被強迫 他認為他的女兒是被強迫 一定要上你不上你就轉學 我不知道家長跟學校之間 到底有沒有真的去討論 他這都是轉述的 家長是知道學生回來轉述的 所以如果說學校這 不管是他的導師也好 學校的這個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能夠跟家長溝通一下 應該會避免這樣事發生 我想這都情緒上 這孩子也因為情緒上 他有出現自殘 這是我不想樂見的 所以把它提出來 雖然是個案 我們不希望說這個個案會影響到 像這樣的個案 就要讓學制中心去深入了解 然後可以將來提出好的檢討方案 處理的方案要改變 我想這個局裡頭可能就要做檢討 謝謝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是我們新聞局 新聞局的報告裡頭我們 特別對 就是 要積極輔導有限電視的業者 提升這個品質服務 那我看你們的報告 那我看你們的報告在第六頁 有特別有一些收費標準 在今年度的 有好幾家 那我有看到低收入付 大概你們也有做一些減免 那我要先就教一下丁局長 那通常我有些時候會接到 這個系統業者說 你們要趕快換喔 我們未來這個類比的電視台要轉換為數位電視台 那都叫我們趕快換 那有很多民眾我知道也都在換 到底我們的政策 中央的政策 什麼時候會完成 從類比轉到數位 這個系統 可不可以答覆一下 主席議員 那個跟議員這邊報告一下 就是目前根據NCC這邊所選擇 是要求在106年底 完成這個數位化的轉換 106年 對,年底 那就是明年了 那就是全面 我們高雄也是全面嗎 對,就是全國 這是對全國的 那希望能夠也按著這個時程 我把它完成 另外我要提出的就是說 這個收費的標準 我看有低收 那就 就原民的同胞來講 我當看到的時候 哇,他們低收入戶都有 那不知道 如果就原民同胞來講 那我想爭取的話 不曉得局長可不可行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先說明一下 我們是去年又把這個 低收入戶的這個收費標準 從原本的三分之一再砍一半 變六分之一 那事實上我們針對這個社會上所有的群體 大家所需要的這個服務 我們都盡力去做 譬如剛剛議員提到原住民這一塊 事實上像目前的原住民區域這一邊 他們目前首要的 遇到的問題是有線電視 收視因為地形等等的原因 常常沒有簽上去 那我們也透過努力 跟NCC爭取到補助 跟業者合作 今年年底前會把這個有線電視拉到那麼下 那至於說議員提到的這個收費折扣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目前的整個費益審議的機制 是提交到我們的每年召開的這個 費率的審議委員會來進行審議 那我也會把議員這樣相關的一個意見 帶進我們委員會裡面來進行討論 就麻煩局長 這個部分就把原民的部分也納入盡力 你們可以做一個充分的討論 希望有好的結果 那接下來我還是要繼續問 其實我們常常這個是老生常談 就是說我們常常看電視台 當我看原民台它沒有重複播過 有很多節目都不一定有重複 但是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從我裝機到現在 有的電視台的影像 特別是影視節目 重播又重播 那我們一樣 繳費又繳費 但是所看的品質都是一樣 當然這個部分 雖然是NCC管 但我們地方有沒有辦法說 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人在討論 我們一樣繳費 但是我們所看的 就簡單講那個 那個唐伯福點秀箱 我不知道我看了幾遍 那個台詞都會背 每次看就會 你看到你會覺得說 哎呀我繳的錢是不是 該繳了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那就叫一下局長 是跟議員報告 這個唐伯福點秀箱 我也看很多遍 重點是就是 當然陳如議員剛剛也有指出 因為這些有關於衛星台 他們的這些運作 因為它是全國性的 主要它的內容 這些管控還是在NCC沒有錯 當然我們作為地方的主管機關 一方面會積極去跟NCC反映 各種消費者的心聲 那另外一方面 剛剛議員也有提到這個 數位化的部分 事實上在落實數位化以後 未來也會有分組付費 那會有一個更好的市場機制 也許這些一直重播的台 未來消費者就可以不要再忍受它的荼毒 以上跟議員這邊報告 所以未來如果從類比轉為數位的話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這個收費的標準還會再增加嗎 沒有就是未來就是 他提到NCC現在也正在演你推動 未來會進一步立法的 就是說我們這些台 我們現在幾乎一買就是這100多台 慣例都是如此 未來落實數位化以後 可以選擇性的 看它怎麼樣能夠分編組來分 也許說像是常常重播的 這種讓人家受不太了的這種台 那我們就可以不要選擇它 所以原則上說未來這個 類比系統進入之後 它會有區別嗎 就是說你這個電視台它有會分類嗎 對那個就是它會進行分類 只是如何分類這個還要再看 NCC跟中央這邊的一個研究 OK那我就是要了解這個部分 也希望說新聞局這個部分 能夠也多加把關 也能夠幫助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在有線電視的權利 那剛剛我講的那個部分就麻煩一下 就特別把原民的部分 也納入進來討論 讓委員會也能夠讓我們聽到 有非常好的消息 這樣辭職能夠幫助我們都會的原民 我知道山上都在拉了嘛 這線那這個要一步一步來 那但我也希望說在同時也進行 在渡會區的原住民 能夠受到這樣有好的優惠 以上的執行 謝謝鄂登英愛議員 接著請何全峰議員 以及李博毅議員 兩位議員聯合質詢 時間30分鐘請 等一下我們的投影 來時間暫停重來 好可以可以 好重來 好謝謝 謝謝今天教育部門的各位市府官員 還有我們教育部門的所有的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我跟何全峰議員 我們來做一個聯合質詢 雖然我們的選區分別在左營男子跟三民區 但是我想我們目前在社會上 我們算是同一個族群的人 人家叫我們新手爸爸 那所以我們最近對小朋友的這個 幼兒園幼稚園這個相關的議題 我們比較關心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主席 你可能已經走過這一段了 但是這一段現在是我們正在學習的課程 那所以我們想要用我們這些走過的路 我們關心的角度來可以分享給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分享給跟我們一樣在經歷這一段過程的新手爸爸媽媽們 讓大家知道說目前高雄市的這些幼稚園 大概有分哪幾種類 那這幾個種類的優缺點 然後這幾個種類大概 你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在哪一個幼稚園 在哪一類的幼稚園 我們希望做一個簡單的分析跟分享給市民朋友 那我們請何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今天教育部門的主管 我想剛剛李議員也有提到 所以我們 我還有李博議員羅頂成議員 我們在前一陣子我們就特別到現在國家制度下 所存在的三種的幼兒園去實際去看 包括所謂的公立幼兒園 包括非營利幼兒園 以及私利的幼兒園 那其實我們去看這些我們也是希望透過實際的去了解 之後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現在這三種幼兒園到底的差異在哪裡 如何協助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的家長 能夠選擇一個他們認為他們最適合他們小朋友成長的一個成長的環境 其實我們也很清楚 其實在過去幾年 在幼兒的政策上我們歷經了包含幼托的整合也好 以及現在小營政府新上台 他要提倡公共的幼兒園的加速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更重視幼兒的環境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讓市民朋友更了解 其實我們去做這三個幼兒園的比較 當然最明顯的其實就是收費價格的差異 分別是公立幼兒園的大概4000到5000塊 非營利幼兒園的5000到8500 以及私利幼兒園的7500到25000之間不等 那其實最大的差異是價格以外 其實它在制度上當然還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譬如說在收拖的時間上 在非營利的部分或者是私利的部分 它大概就是有課後延拖的部分 可以配合家長下班的時間再去接小孩子 那除了這個以外 教保人員的品質當然它也有一些不同的差異性 那我相信其實讓更多的家長了解這三個 這三種幼兒園的樣態的不一樣 應該可以讓家長知道 哪一種是屬於最適合他們小朋友成長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邊也想先請教一下我們交易局局長 三種的樣態都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局長針對這三種的樣態 是不是也要給我們市民朋友給家長朋友的建議 你認為如何去選擇這樣的樣態的幼兒園 我真的非常高興我們三位這個新手爸爸的議員 都能夠真的實地去走訪了我們的公幼 非營利幼幼兒園還有我們的私利幼兒園 所以你們做出來的這個比較表其實非常的詳盡 那我們過去高雄市在元素比較上 其實各位市民朋友 我們大概有三層是公立幼兒園 七層是私利幼兒園 那其實真正收拖的人數呢 公部門提供的大概只有兩層多一點 大部分進到私利幼兒園 那私利幼兒園在101年幼托整合之後 其實對它的要求是提高了 包括設施設備的標準 包括它運用的這個教保能力 還有這個老師們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經過這幾年的評鑑 其實他們的品質都在提升 但是這五年來我有一個資料 有72所私利幼兒園是退場了 它有72所 就可能它沒有辦法跟得上這個時代新的要求 那在同時在今年的這個上半年 各位議員的服務所都接到太多的這個 陳情的電話 就是要進入這個公幼的抽籤的比例呢 非常的低 非常的困難 所以你可以看到對公幼的需求其實是存在的 主要是來自一個是經費的部分 那一個可能是它離它家庭比較近 那另外還有非營利幼兒園是一個 蠻具有理想性的一個推動方式 那在20年前就有彭婉如基金會在推 那我們現在有6所 未來會有12所 但是今天行政院會剛剛通過的 擴大這個公共 托育公共化政策裡頭 是希望四年內增加一千班 達到四成的小朋友都進入公幼 或者進入這個非營利幼兒園 所以你說比較這個怎麼看 如果好的私幼 他一定辦理很有特色的這個內容 那在我們的公立幼兒園 比較不方便的是他寒暑假 還有客戶沒有辦法延班 對有些上班族的家長是不太方便的 那非營利幼兒園特別強調 就是公司協力來經營 然後他的教育理念也是相當的來講 是比較專業性的教育理念 那收費也是平價 也是由公司共同來出資的 中央政府也補助 然後教育局也做了補助 然後讓父母也出資 然後讓他的這個教保人員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薪資保障 也有比較好的這個工作環境 那另外就是家長的參與很重要 就家長等於是共同在這邊 帶領小孩成長 那目前三類型是這樣子的一個 各有一點特色 謝謝局長 局長剛剛有提到 所以我接下來要請問局長的就是說 如同局長剛剛講的 中央政府他也有宣誓要做所謂的 幼兒教保公共化的這個政策 他要逐年的實施 在未來的四年內要增加一千半 要補助62億的經費 來成立著這個一千半 那我想請教局長的就是說 那未來高雄市的幼兒的政策 是不是也如同中央的部分 這樣子我們未來也要在四年內 達到所謂的3比7的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那如果是有的話 是不是在高雄市預算拮据的情況之下 跟中央來爭取這所謂的一千半 62億的這個相關的補助 那以期高雄市早日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成效 何議員進一步的問 其實我們要達到6比4的話 四成裡頭要增加318班 其中有這個8班 18班是屬於幼幼班 就是兩歲銜接的 這個目前也很欠缺 我們也跟社會局討論這個議題 那這樣子的這個銜接如果能夠完成 當然對這個年輕的這個父母來講 是得到很大的幫助 可能一般婚後也很敢生小孩 我們覺得說這個是中央有這個政策 是認為對鼓勵生育率是有關的 就是你也敢生你也能夠養 然後政府有提供好的照顧措施 那市長當然是會支持中央的這個政策 那我們已經做好了基本的規劃 那會向中央提出來我們的方案 希望中央能夠挹注大部分的經費 是 局長 謝謝 那其實你剛剛講的 我延續這個何議員的這個問題 就是從公私利的比例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你現在的班數你從3比7要變成4比6 那接下來你其實這個人數是從20比80 你可能也要真的要變成4比6 所以其實中間的空間 我們的努力的壓力其實蠻大的 那所以怎麼樣去界定這個公託跟私利 那還有中間我們可能是半公立的就是公辦民營 也就是現在的非營利幼稚園 這一個部分的推動 我想這個時程我們也是可以加快 那目前我看到我們局裡其實也很用心給我們的資料 在明年後年度我們可能會增加6個地方的非營利幼稚園 那可能也是委託民間非營利的方式來做 那其實我們在這一段時間我們去參訪的這個 在鳳山社區 欸 局長你先請坐 我們這段時間我們在去參訪的鳳山社區自治非營利幼稚園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社區型的整個社區的空間 那因為土地重劃之後整個有這個社區空間 可以讓市政府來規劃它的一樓就做這個社區自治非營利幼稚園 那二樓三樓以上可能是對一些老人的一些照顧 那整個大樓其實都是非營利組織在做這個經營 照顧了整個五甲社區 那在當然在我們的選區包括三明區 或者是我博弈的選區左營男子裡面 我們也很期待有這種空間能出來 但是我今天我們在目前在這邊所質詢的重點跟議題應該是在 那公司的比例之間 我們是不是交易局應該要更加快腳步把這個非營利幼稚園的這個比例 現在看到六班十二班其實跟整個公利幼稚園比例還是差太多 那做非營利有一個優點 做非營利有一個優點就是 如果市政府或者是學校 教育局所俠所有學校裡面 如果這個學校有閒置的空間 如果這個學校可以整理出多少的空間 那代表我們可能有多少空間的非營利幼稚園可以馬上伸出來 而不是這種牛布從六到十二所你又花兩年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需要各科室 就是包含我們國小科國中科甚至高中科 我們都要很積極的很確實的跟學校做這一方面的整理 那每一個學校當然都希望說我過去某某學校某某國中 他過去一個年級十班現在一個年級剩下三個班 教室還不夠用 為什麼 因為我還要有哪一些專任的教室 那我還要有哪一些英語教室 什麼教室 每一個學校都會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那我想請問局長 目前我們針對這個我們學校的這些 目前我們認為的閒置空間 跟實際上如果我們真的跟學校來討論 我們用十年前來比較好了 如果這個十年前的班級數已經少了一半 跟現在比 現在跟十年前的班級數來比較的話 已經少了一半 那這個學校我們是不是應該全部都列管回來 那實力的去現場來看 那看這個學校跟社區的結合的程度 我們這個學校有沒有空間在增設 非營利幼稚園的空間 那非營利幼稚園它同時 我想我那天在這個鳳山的時候 我請教了彭丸如基金會他們的一些看法 其實我們很重視畢業的學生 他該科系幼保系的學生 他畢業之後他有沒有留下來在這個 他大學所念的這些科系裡面繼續工作 那個比例說出來其實是很可怕 不曉得為什麼有人要念幼保系了 其實為什麼 就是沒有保障沒有足夠的這些薪資 或者是晉升的階段可以保障這些幼保系的同學 所以會變成說可能當年畢業一千個 可能留下來做這些幼保工作的 可能不到10個百分比 所以這個是我們必須很正式的問題 從老師的這些比例 從老師他們可以投入職場 就看我們有提供多少的這些工作 我們在整理的這個資料裡面 大概我們做了一些探訪 在公辦公營的師生比大概是1比15 那非營利也全部都會照這個方式 那其實在民辦民營裡面 他可能我們這樣探訪下來是1比20 可能到25 為什麼 其實有很多的人力他必須要應付局裡的一些評鑑 那包含說 何議員等一下會講到的這個補助的部分 他要抽出很多人力來做其他的外務的工作 所以會相對降低 會相對提升這個師生比 那所以說其實我們期待 教育局可以在這個會期 那用比如說這個時間大家可以去討論 就是說你要用10年前的班級數跟現在的班級數來比較的話 少了一半的這些學校你實地去看有沒有閒置空間 有沒有閒置空間不是學校說了算 你有實際的這個人數的差別進去 你進去學校去看看有沒有這個空間 那我們可以做非營利幼稚園 甚至我剛剛講的這個五甲社區的這個整個大樓這個空間 除了一樓的幼托 那還有二三樓可能有一些社區老人的中心都可以去實現 那我想請局長可不可以就這個方面給我們具體的一些回應 謝謝 那個李議員剛剛提到的其實已經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執行員到底能不能夠很快速的處理 就是所有的這個國中國小其實都在做清查它的閒置空間 但除掉了一些有這個安全疑慮或者沒有這個實用執照的 目前是有37個學校234間 但這個還是說一個比較鬆的查 並沒有要學校做它的所有的這個教室配置的再調整 那要根據我們的那個社員的需求 我們有分區出來哪些區是最需要先做的 那社員的需求出來就要找這些學校來好好談 以非營利來說大概需要五間教室 因為它要有行政空間甚至還要有廚房然後還要改造教室 所以非營利的需求的話空間是會比較大的 而且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大致都希望放在一樓的位置 那對於公佑增設相對容易 它就增一個教室就可以增一班 所以我們兩個途徑都必須嘗試 那剛才提到這個人力的來源 一個是空間趕快去找尋 還有就是人力的來源 那剛剛那個兩位議員都提到 看到說幼保相關學系的畢業學生 其實真的留在這個領域的工作並不太多 很多都離開或者環境不好離開 所以我們目前跟數科大合作的這個方案 我覺得滿可以作為全國性參考 我也把這個意見提供給教育部 就數個科大的兒童與家庭的服務學系 它經營了兩個非營利幼兒園 其實剛好是所缺所用 所以其實我們就不用擔心它的品質問題 那我們在大高雄區其實還有不少大專院校 是有相關幼保學系的 我們要跟他們一個一個來談 邀他們一起來參與這個工作 大概才能夠解決非營利的人力需求 那另外彭婉如基金會正在訓練他的園長 這兩天就在高雄開班 他說那個他們想這個人才库 結果一爭群很多人都報名上來 對去參與這個非營利幼兒園的這個經營 很多有經驗的園長或者是老師都有興趣 說他們正在開班 他也在開班培育人才 你看這個需求的量很大 但是總之是中央的這個總體經費裡頭 大概要做主要的益助才有辦法 以高雄市的財力當然是希望非營利增加是比較好的 謝謝 謝謝局長 所以我其實還是要追問你這個更細的部分 那中央很明確的說他其實 62億在未來的1000班 他其實也很明確的說其實就是要以非營利幼兒園為主 那這個部分可能跟我們交易局原本的規劃 未來如果要達到要增加318班 相佔的比例上好像是不太一樣 我舉台北市當例子 台北市在過去的5年以及到今年更明 大概它到107年 台北市它是在它的公立幼兒園的部分 增加了大概300多班 花了將近5億的經費 所以台北市在107年它可能就可以達到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所謂的4比6的比例 那就如同學長講 高雄市的財源是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未來高雄市在推動這個所謂的公立幼兒園的這個部分上 是要與中央的角度一起來配合 以非營利幼兒園為主 還是說我們是兩者公立幼兒園跟所謂的非營利兩者的幣 以及我們也可以在4年內達到所謂的4比6的這樣子的比例 我們希望是以非營利為主 非營利就是空間跟人力 經營團隊這兩邊要同步做配套的準備 好 謝謝 謝謝局長 我想這樣我只要了解你未來這個政策性的方向 那局長剛剛在回答我們的同時也有提到 現在家長在很多都是選擇所謂的公立幼兒園的時候 其實我在上個會期我質詢的時候就有問過 大家可能都是報名很多所的幼兒園去抽籤 那以及這個整個招生的過程 不管是私立幼兒園不管是公立幼兒園 大家都非常的困擾 那對於家長來說也是一直這樣子在等待在期待 那據我所知教育局針對這個部分好像要調整政策 針對公立幼兒園的登記報名的這個招生的制度 要比照其他六都其他的五都 限制只能登記一所學校 是不是有這樣子 埃及什麼時候要開始實施 那個遠的就是我們要在106年度的入學的時候 就採用新的方案 就是我們不限制學區但是限報一員 但是如果家裡有幾個三個子女 是同一個家庭要入學的話 就是優先入園 他不把它分散 那以這個方式來看 大概五都都是以這個方式進行 但是只有台北市是限了學區 桃園市限了行政區 其他都不限學區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希望不限學區 因為有的是住宅地 有的是工作地 但是希望只報一員 那大家的機會會比較均等 謝謝局長 我想局長先請坐 我想希望我們攜帶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政策 趕快地去實施 不要讓這些家長 為了要進入公立幼園 在那一段抽籤的時間 都可以一直在這樣子等待 然後無所適從 那我們期待這樣的政策 趕快來實施 那剛剛博弈員也有提到 針對幼兒教育的補助的部分 以及在上個會期我也提過 在所謂第三胎的補助的部分 其實沒有辦法普及的 落實到更需要的一些家長 更需要的一些我們的市民朋友 那我在這個會期 我會繼續的問這個部分 比如說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吳科長 像我們今年第一年實施 所謂的這個在兩歲以上的補助 但是我們有排付條款 那就人數的比例上 我們排了多少 謝謝議員 那在今年就是105年的2月開始 就是我們原本每個學期補助5000塊 針對四歲小朋友的補助 那就是向下延伸到兩歲 那排付的部分 我們是限定就是 家長他的最近一年的那個 所得核定的稅率是5%以下 那其實我們之前有調到資料 就是說以高雄市來講 我們在所得稅率5%以下的家長 其實佔了將近八成左右 所以 那申請的比例呢 申請的比例 其實 就是有核准的比例 有拿到這5000塊補助的比例 有跟你申請 比如說有100個人 或者是有1000個人跟你申請 有多少人沒有拿到 其實這個部分大概都會是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就是請 誘員就是把家長的資料送進來 然後我們就是透過 財稅中心那邊去查掉 家長的資料 那目前的話大概就是 在申請的 核准的部分 我們 大概就是 兩歲的部分大概是 人數的部分大概是3504人 然後那個三歲的部分是 10728人 謝謝科長 你先請坐 其實這個一樣 就是我之前在講的 為什麼兩歲只有3000多人 那到三歲會有一萬多人 他其實就是有很多的家長 他其實在小朋友兩歲的時候 他還是不習慣把他送到所謂的幼兒園去 他可能還是留在社會局的那個 保姆的那個系統裡面 那科長 你這個部分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 交易局跟社會局 針對這個所謂幼兒的補助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協調 我們希望可以把錢 真的用在需要的小朋友身上 然後讓家長這個負擔可以減得更低 那其實科長 我還要再問你的就是說 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博毅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在幼兒園的這個師資的部分 為什麼他需要這麼多的師資 他因為有某一些部分 他需要去辦所謂的行政的系統 那我們也期待未來 交易局在他們跟私立幼兒園 這個相關的行政的部分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流程去縮減 讓大家在這個所謂的行政的消耗上 可以減輕到最小 那接下來請博毅 謝謝 其實剛剛科長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私立幼兒園把 或者是私立幼兒園把這個資料送給你們 他們怎麼把資料送給你們 他們要跟家長要 他們怎麼跟家長要 一個幼兒園如果你有300個學生 他要處理300份資料 那怎麼處理這300份資料 所以如果說這個比例是極小的話 如果說拿不到這個補助的比例是極小的話 那我想我們交易局其實也可以來跟 來討論這個政策上 如果這個比例是極小 我們還要不要繼續做這個排富 或者是用其他什麼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期待所有的這些教職 所有的那些老師他們的心力 他們來幼兒園他們的心力都是放在小朋友身上 而不是去做這些行政的作業 這是我們的期待 但是什麼方法 這個我們可以來討論 那我剛剛有已經講到這個 校園閒置空間的活化再利用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教育局可以在定期的時候 剛剛局長跟我的回覆說 已經有37校237間教室 那我們希望再具體一點 把這237間教室的使用方式 我們未來的計畫可以具體一點的 讓我們知道 那或許在社區上 我們也可以讓家長會 或者是讓社區來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讓整個市府的資源 可以更有效的來運用 最後這個議題我想最後 就是我們要跟所有的家長來分享 來分析說 到底你要怎麼選公立幼稚園 還是非營利幼稚園 還是私立幼稚園 你要選他設備很好很漂亮有冷氣 然後他的玩具都很新的幼稚園 但是他的老師跟學生的比例可能是1比20 但是他的收費可能是2萬 看起來很好 還是你要選非營利 他就是標榜他不賺錢 他不會有盈餘 那他每一分錢都用在孩子 跟可能這些幼保員身上 或者是這些設備的更新上面 或者是你要參加公立幼稚園 那公立幼稚園最大的優點 每個人都要搶著報名 但是他的一個月的月費 平均下來是4000到5000塊 那非營利幼稚園的月費 一個月下來可能是在5000到8500塊 8500塊左右 因為裡面含了有三成的 我們市政府給他的補助 那私立幼稚園就不一定了 私立幼稚園你可能有一個註冊費 註冊費之後有一個月費 平均下來大概比較少 大概在7500比較少 但是比較多可能會到2、3萬塊都有 所以沒有辦法去評斷哪一個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必須把這個師生的比例 設備的更新 大概他的月費 還有當然各位家長 你們家離近還是離遠 來做一個評估 看你們要把小孩子送到哪裡去 還是問我們隔壁鄰居 何議員他們的小孩都送到哪裡去 我們的小孩都送到哪裡去 這也是有可能 可以問主席的小孩送到哪裡去 私立的 謝謝 那我還有另外一個簡報 其實其他有關文化局 前天我已經跟史澤副市長 有大概簡單的跟他說明過這些 請教過這些狀況 我們知道得到了六年二十億的整個左營建成的計畫 今天沒有時間看影片 剩下三分鐘 其實這個影片非常精彩 我想要請問教育局知不知道左營建成這個活動 我們知道 那學校有沒有去參加 當時訊息有發給學校 他們可能有人就自動去看 因為他是不用票的 好 局長 謝謝 我在這邊就是想要建議 包含文化局跟教育局 其實這個活動 你沒有讓高雄市所有的中小學生來看 就很可惜了 何況是你左營區南子區的這些小朋友 他們可能每天看著這座城牆 他們可能每天都會經過 你沒有讓他認識更可惜 所以這一方面 我們想要建議文化局跟教育局 以後這個活動 大家可以再聯繫更密切一點 這個我就很快的去跳過 包含修復的問題 那在這邊 各位看到有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其實 我是不是搞錯了吧 勞動部可能 勞委會的這個公文拿來這邊質詢 其實就是我在選民那邊 拜訪的時候 我碰到一個區公所的李幹事 這個李幹事他很客氣 帶著大大小小很多的紀念品 然後去走訪一個小型的民間工廠 這個工廠大概十多個人的規模 要這個工廠的老闆娘填什麼 要填他們的職業類別薪資調查 那其實這一間工廠 在這一個月已經收到 不知道第三封第四封的 這個類似的調查了 這陶芥牛還沒起笑 陶芥牛它包含這一次 現在民進黨政府 我們正在調整這個 以利益修的政策 那有很多的勞工其實在這個時間 也不太清楚 可能會打到1999 可能會打到勞工局 那勞工局可能會來做一個稽查 那做這個稽查 對這些小型工廠的老闆娘來講 頭就很大了 他們其實每天做這種進出貨等等的 他們沒有這一方面的教育訓練 所以其實我拿這個議題到這邊來講 是想要也藉這個機會 跟我們空中大學的劉校長做一個建議 其實相關的議題很多 包含這個勞資結構 包含整個薪資怎麼樣去調整 讓這些小型工廠或者是中型工廠 他們的員工跟雇主之間有一個結合 當然去學習的可能是他們公司裡面 工廠裡面負責相關業務的人 也有可能是老闆娘本人 也有可能是老闆本人 請空大劉校長謝謝 有沒有機會在這一方面 我們空中大學可以做 扮演相關的角色 開類似的這種授課的班級 來輔導我們的市民朋友 謝謝議員的這個建議 因為這個建議是非常好 因為我們原來在勞資關係 以及勞資雙方權益這部分 在空大就有相關的課程 那有些課程也在那個 線上會有免費開放的一個服務 所以如果說還有其他相關 因為你覺得還要再加進來的課程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陸續的開放 然後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會有勞固關係相關 需要這個權益的一些了解的話 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好嗎 謝謝 再給兩分鐘 我想 既然校長你起來了 我想我們在這裡還是要再一次 肯定過去空大對高雄市的貢獻 不管是畢業生也好 不管是幫助真的想要就學的朋友 可以有一個學習的環境可以來就學 我也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 已經有好幾千個畢業生 在高雄市 不管是投入職場也好 不管是在社會上 都是對高雄市的注意是很大的 在這邊 校長你是新來的 我想請教一下 你對於過去空大這麼的努力 以及新校長來 未來對空大有什麼新的氣象 可以帶給我們高雄市 以及對空大的期待 以及我也聽到 校長今天在回答同仁的時候 有回答說 為了幫助更多人可以到空大學習 我們也考慮到北高雄來設校區 讓北高雄的民眾可以在 北高雄就近就可以來 來享受到公共大學這樣的資源 不用再跑到小港去 那這部分請校長回答 謝謝 好 是 這個議題我相信 很多議員朋友們很重視 尤其是北高雄的朋友們 可能在中生教育的需求上 尤其現在少子花的趨勢 是非常重視的 那我想陳菊市長 他除了重視中小學教育之外 他對市民的中生教育的投入 其實是非常多 所以在這裡呢 我會在 我們再進來空大之後 我想會在北高雄 因為已經有跟左營國中這邊 有做一個談妥了 那如果說有可能性的話 因為那邊的交通也很便捷 然後呢如果說議員朋友們 就議員們呢 如果你們在你們的選區 有這麼高的支持率 是不是也替我們多多宣傳 讓我們在北高雄開的成班 那我們一定會 責務旁貸 謝謝 我們非常支持 謝謝 謝謝兩位新手爸爸 這邊加一個新手媽媽 這問題其實比較大 可是我真的鼓勵 我們這個議會同仁 多多生孩子 因為多多生孩子 其實你可以去看到你的需求 那就會更貼近市民的心 你看我們的新手爸媽那麼用功 走訪了各個不同的幼兒園 但是我覺得這幾天的這個 諮詢也都有談到說 對於抽籤啊 幼兒園的抽籤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上次在反映之後 教育局馬上做調整 那個其實也有符合到 民眾的一個期待 還有我們各位議員的一個要求 我這個也要對 教育局的這個因應 也要給予肯定 因為他們的修改 修改真的很快 但是好像需求 這個幼兒園的需求 還是很多 那特別是希望說 公幼或者是非營利幼兒園的需求 再更高 所以呢 我們各位新手爸媽 我們就繼續 替未來的下一代來發聲 謝謝各位辛苦了 那我們先休息五分鐘就好了 因為議員一直想要趕快來質詢 那我們就先休息